同好们,大家好,加篇共欣赏,我是神乐。 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上映, 拉开了电影新时代的序幕。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影以视听艺术的形式出现。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则剥离了听觉, 以零台词的寂静带观众走进聋哑少年们的残酷青春。 乌克兰的公交站,一个手提行李箱的少年 正在向路人打听着什么,他就是本篇的主角谢尔盖。 从两人的交流中,不但看出谢尔盖是一个聋哑人, 只能靠手势表达自己的问题。 年纪不大又有听说障碍的他,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 来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好在,凭借着纸条上的地质和肢体语言, 他总算问清了自己的目的地,一所特殊学校。 今天是学校的开学日,学生、老师们在操场上聚集, 举办开学典礼。 虽然都是聋哑人,但学生们各个身着干净鼻挺的制服, 看上去朝气蓬勃。 典礼结束,不少学生为领导们送上鲜花之意, 而对方也抱以礼貌亲切的回应。 看起来,这是一所气氛融洽,管理有序的学校。 不过,谢尔盖并没有赶上典礼, 他只能独自前往校长室办理入学。 而校长对待这位新生,并没有向典礼上表现出的那样亲切负责, 只是在看完他的文件后,公事公办地指明了他所在的班级。 就这样,谢尔盖正式成为了这所学校的一员, 这里一个班级的学生并不多,只有十来个。 走进教室的谢尔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特别是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生, 他们坐姿放肆,笔划着夸张的手语, 正是学校中的麻烦分子。 到了午餐时间,谢尔盖独自来到食堂, 特地选了张人少的桌子, 希望能够尽量低调不显眼。 好安静地吃完这顿饭, 可谁知刚一坐下, 对面的人就把他的餐盘拉走, 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还投来挑衅的目光。 面对突如其来的七五, 谢尔盖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应对, 就在僵持之时, 刚才班里的几个不良少年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学长示意谢尔盖跟他走, 两人来到操场上, 运送行李的校车正好到达。 取了行李, 谢尔盖又被带到了学校的另一个角落, 在这里, 他被引荐给了一位大哥, 对方先检查了他的行李, 又颇未熟练地给他让了支烟, 最后还命令谢尔盖脱掉衣物, 看他身体是否有残疾。 这个江湖气浓厚的新生欢应仪式, 显然不是那么友好, 可是初来乍到, 谢尔盖也只好一一照做。 检查完毕后, 学长重新领起行李, 把他送去了宿舍楼, 还不忘向他索要辛苦费。 拿到钱后, 学长便给他指了一间宿舍, 示意这就是他的住所。 可谢尔盖一推门, 里面赫然是班里的两个女生, 更尴尬的是, 两人还正在换衣服, 见到这不速之客, 女生们又羞又恼, 立刻把他推了出去。 而看到学长幸灾乐祸的表情, 谢尔盖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可他也不敢发作, 只靠小心翼翼地 推开了另一间宿舍的门。 折腾了一天, 这下总算安置好了自己。 入夜, 疲惫的谢尔盖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可几个混混突然闯了进来, 还向他索要钱财, 他拿不出多少钱, 就这样被连人带行李赶了出去。 无数可去的他 只好坐在门口的走廊上发呆。 突然, 其中一个混混走了出来, 敲开对面的房门, 叫出了里面的两个女生。 谢尔盖好奇地趴在窗口张望, 只见混混带他们走下楼上了车, 随即驶出了校园。 此时的谢尔盖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校园卖春团伙。 每当夜幕降临, 混混就会带上女生们 去附近的公路上寻找客户。 在车里, 女生们脱下白天朴素的装束, 换上丝袜短裙, 浓装艳抹, 摇身一变成了一件件代售的商品。 停靠休息的货车司机 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体。 在混混老大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车边, 花枝招展地展示着自己年轻的身体, 谈妥了价格后, 便爬上车交易。 靠着这些女孩的肉体, 组织者便做起了 这连地方都不用租的五本生意。 此日早上, 谢尔盖又被拉到了学校的另一个角落, 那里聚集着很多男男女女, 都是这个校园黑帮的成员, 为首的正是昨天的混混老大。 见到谢尔盖, 几个混混自然又上来搜刮她的财物, 随后还向她挑衅, 想要切磋一番。 这一次, 任无可人的她选择了还击, 当即遭到了群殴。 可谢尔盖依然没有示弱, 还秉承着秦贼秦王的准则, 追着混混老大一阵猛吹。 见势不对, 周围的人赶紧上来分开了他们。 而谢尔盖也因为自己这次勇猛的表现, 被这个小团伙接纳了。 之后的一些活动, 混混老大都会带上她, 每到夜幕降临, 他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校外。 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 有时, 他们会在超市外蹲守, 等待落单的顾客, 等对方走到僻静处便下手, 抢夺财物。 甚至连对方采购的酒水食品都不放过, 一并抢来作为团伙的party物资。 有时, 他们还会假扮成兜售玩偶的小贩, 去火车上寻找目标, 混入无人的包厢偷窃。 而一旦发现有乘客独自走出包厢, 便冲上去一顿拳打脚踢, 抢夺财物。 得手后便跳下火车逃至夭夭。 当然, 团伙内部并非总是那么和谐, 也会有些成员想要私藏些脏物。 这时, 头目们便会把这违反纪律的人 带到学校的洗手间, 用拳脚加以训诫。 凭借着简单粗暴的方式, 维持着团伙的秩序。 这天晚上, 混混老大再次带着女孩们外出寻找生意。 当把两个女孩都推销出去后, 她站在车后边抽烟边等待。 可这时, 身后的货车突然倒起了车。 由于听不到倒车的提示, 黑暗中, 混混老大又正好站在货车司机后视镜的盲区。 这导致了不可一世的混混老大直接被碾压身亡。 然而, 这次恐怖的事故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团伙的生意还是要继续运作。 就这样, 初出茅庐的谢尔盖当选了新任领班, 接手了前辈的业务, 也开始带着女孩们外出寻找客户。 这天, 将女孩们送上车后, 她隔着车玻璃, 看到了女孩在客户身下喘息的样子。 当即落寞地憋过了头, 其实, 她已经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女孩, 却要亲自将对方送去接客, 心中自然是痛苦不堪。 回到学校, 在她的要求下, 两人发生了关系。 情窦初开的谢尔盖为此激动不已, 而麻木的女孩只是把她当作众多客人中的一个。 随着对女孩感情的加深, 谢尔盖愈发不能忍受将爱人送去出卖肉体。 这天, 她又一次带着女孩们去公路上交易, 可是最终又把女孩推回车上, 带回了学校。 不出意外的, 她因为这次冲动而遭到了帮派更高一层头目的惩罚。 而另一边, 对于这些女孩, 头目自有一番规划, 她联合校外的一些黑道分子, 红片女孩们说要带她们移民意大利, 还为她们描绘了那边美好的生活, 其实是要将她们贩卖到异国的风俗场所。 而那些懵懂的女孩对谎言深信不疑, 穿上头目赠送的意大利旅游T恤, 一脸兴奋, 眼中都是对未来的期待。 而此时, 谢尔盖喜欢的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别无选择, 只能决定偷偷去地下诊所, 把这无辜降临的小生命拿掉, 为了筹集手术费, 她又一次和谢尔盖发生了关系。 结束了翻云覆雨, 女孩拿着钱夹, 亲密地抚摸着谢尔盖的脸, 而谢尔盖也是一点幸福和满足。 筹到了手术费, 女孩没有迟疑, 她独自来到黑诊所做内项手术, 负责进行手术的, 只有一个表情冷酷的女医生, 听完女孩的来意, 她让女孩来到浴室, 在那里, 有一块架在浴缸上的木板, 这便是手术台了。 手术用的器具被放在燃气罩上加热, 而医生则简单地用自来水洗了洗手, 这便是一场手术所有的消毒措施。 在手术中, 女孩不停地发出痛苦的污液, 而医生则不为所动, 不停用冰冷的医疗器械搅动拉扯着。 末了, 她在伤口处塞上了一块棉花纸血, 便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手术。 不久, 谢尔盖奉命带上女孩来使馆办理手续, 和她们一样排队等候的还有不少人, 大家都期待着逃离现在的生活, 去想象中的异国改变命运。 然而, 得知爱人即将远走, 谢尔盖的心情自然十分低落。 这天, 在学校的木工课上, 老师带领大家制作木锤, 放学后, 谢尔盖跟踪老师回到了家, 用白天制作的木锤敲晕了老师, 随后将对方的家洗劫一空。 他揣着抢来的钱跑回了学校宿舍, 冲进女孩的房间摇醒他, 急切地向他展示着自己的战果。 随后, 两人在熟睡的室友旁, 再次发生了关系。 可是面对谢尔盖激情澎湃的爱意, 女孩只是机械地硬喝着, 他们都知道, 这段关系没有明天。 签证终于办了下来, 女孩们都兴奋不已。 而当看到签证, 谢尔盖突然激动了起来, 他抢过签证就要撕碎, 团伙其他成员赶忙上来阻拦, 可任凭他们拳打脚踢, 谢尔盖就是不放手。 最后, 他竟然把签证吃了下去。 愤怒的头目用酒瓶撬破了他的头, 还把他按进水池里。 一番气急败坏的教训之后, 他们才愤愤离去。 入夜后, 终于从昏迷中苏醒的谢尔盖 回到了宿舍楼。 他走进房间, 举起沉重的床头柜, 对着熟睡的团伙成员, 一下又一下地砸了下去。 他们甚至来不及挣扎, 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都是聋哑人的他们, 也根本听不到同伴遇害的动静。 结束了这场寂静的杀戮后, 谢尔盖离开了宿舍楼, 没人知道他将何去何从, 留给观众的只有那山冰冷的, 关闭着的大门。 这部影片名为《龙雅部落》, 而龙雅人群确实是像部落一般的存在。 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体系, 特殊学校, 这原本是为了便利他们的成长和生活。 可当这一切失去有效的管理与关怀后, 却也像一道无形的高墙, 将龙雅人孤立在了健全人社会之外, 成为了一个边缘的部落。 为了观众能和这些孤岛般的人群实现共情, 本片导演大胆地采用了全龙雅人的演员班底, 在呈现形式上更是使用了零台词的方式, 演员们全部用手语进行对话, 而全片也没有任何的旁白, 字幕进行示意。 在观影的最初, 观众往往会因为突然被拉入到了一个 过分寂静且陌生的世界, 而感到惊慌失措。 而随着故事的推进, 我们会发现身为龙雅人的他们与普通人并无差别, 一样会说笑, 有情绪, 有欲望, 有冲突。 熟悉感会让人开始忽略无声带来的不是, 更专注快速地理解剧情, 而伴随着认同心理带来的是反思。 对于这些和我们一样的人, 社会主流所施以的帮助, 仿佛以善心的名义在对他们进行着边缘化。 年纪不大的男主作为残障人士, 却独自一人来到学校报到, 只是简单地问路便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可见,家庭社会对他的照顾是缺失的, 而学校里的其他同学也和他的情况类似, 他们明明是最需要被引导融入社会的一个群体, 却被简单粗暴地划入了特殊学校, 去接受所谓的帮助。 就此与社会分隔开来, 在这里, 他们社交的对象, 发展的道路都被硬生生地规划好了, 那些帮助都在无声地告诉他们, 你们永远也融入不了健全人的社会。 虽然你们除了听说障碍, 与健全人并无差异。 在这种潜意识的孤立下, 片中所塑造的这个聋哑人犯罪团伙, 呈现了极端暴力的特点。 由于社会化的缺失, 这些少年们往往自私冷漠, 就像一个野蛮部落一样, 只靠拳头解决问题, 对同伴缺少关爱帮助。 只有初来乍到的男主依然抱有真挚的感情, 而最终他的这份感情, 也在这个冰冷的部落中被彻底碾碎。 信念破灭的他最终酿成了惨剧。 在这场无声杀戮带来的震撼之余, 我们也应当反思一下对残障人士的帮扶工作, 除了满足他们最日常生活的需要外, 是否也应当重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融入过程, 以及他们由于身体不便而带来的心理问题, 少一些自以为是的特殊帮助, 多一些推挤及人的真诚理解。 我是神乐, 感谢您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